西洋大人 每天高雲你好天氣 各位朋友好 我是彭啟明 今天一早呢 南部就下了頗大的雨勢 高雄的茂林 台南的官田最多 部分的區域的石雨量有破百 10分鐘的雨量呢 二三十毫米 那目前降雨的範圍呢 是以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為主 那但是西南風的勢力的影響呢 還是掌握著齁 而在台灣海峽呢 南端也有大片的雷雨包呢 正在發展當中 那預計呢 這個會北移喔 中部也有降雨的機會 那封面的位置呢 已經到台灣的北部齁 逐步的往南推 這兩天呢 是最不穩定的時候 那加上這幾天 西半部幾乎每天都下雨 土壤呢 是相當的飽和的 吸水能力也減少 要留意大雨容易積淹水 加上西半部沿海許多地方 將面臨大潮喔 宣洩不易 要特別提高警覺喔 那這一波跟前兩波相比呢 目前很大的差異是 封面有更強 更明顯的這個西南風的水氣 在台灣海峽 這次持續會有這種 中小尺度對流生長的機會 那這種中小尺度對流系統 無法從現有的氣象預報模式中 預測出來喔 只有前幾個小時的預警的時間 也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所以如果發生在夜間或晚上 很容易就無法通知到民眾 有時候一小時內發生的 瞬間強降雨 一下子水就會淹起來 不過這個趨勢上呢 還是以週二週三 在這個是影響最大多的時間 影響的區域還是以這個苗栗以南 到高雄屏東受影響是最大的 特別是靠山區喔 其次才是新竹以北到台北新北 東半部受到地形的屏障 受影響的程度就會相對的比較小 還是有局部性大雨的可能 那這波封面呢 在週四受到高空朝限東移 台灣上空的封面條件 會稍微減弱受到破壞 將會逐漸的減弱北台 較不穩定的條件呢 將會趨緩 不過呢 還是有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那西半部都要稍微留意 尤其是北台後呢 中部以北還是有雨勢 中午到週末 封面更為北台 主要是還是維持西南風的環境 又會再度回到上週 每天西南風的環境 那中南部呢 早上容易有些雨勢 那其他地方呢 是炎熱有午後雷陣雨 那未來呢 就要是要觀察太平洋高壓 何時重新再登場 下週呢 逐步有這個趨勢 不過預測上呢 還是相當的分歧 還是有一些變動的空間 但是趨勢上呢 這波封面過後 應該就會逐步進入典型的 夏季天氣形態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 颱風的各種訊息了 那也建議你呢 平均一年呢 有27個颱風生成 颱風前身的熱熱擾動呢 是更多 數倍以上 呃 養成颱風江生成 才來關注的習慣 除了事切的掌握 最新預測資訊之外 更要有風險意識的 來面對極端天氣的各種威脅喔 什麼是風險意識 例如說這兩天容易產生的極端降雨 您是否有思考 如果您所在地發生一個小時 100毫米的強降雨 積淹水到您的膝蓋的時候 您在前幾個小時 應變方式是什麼 居家邻里或是企業的防護流行程 是什麼 呃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要真的非常小心了 以上氣象油天氣風險 捧其媒體共 居家邻里或是企業的 謝謝 多少